迈入第三届的科技教育与人文艺术成果连展 7号开始一年两天在中正体育馆举行 由县内的国中小、数汇集会中心、乐林中心等单位提供了80个展摊 主题以花样花莲借由手作体验 展示花莲多元丰富的学校特色 让民众了解花莲科技教育的发展现况 花莲县府7日起一年两天在花岗山中正体育馆 举办第三届科技教育与人文艺术成果连展 由县内国中小学、花莲高工、科技厂商、乐林学习中心及数汇集会中心共同参展 提供80个展摊 部分是以原住民文化为体验主题 将传统技法融入现代科技 再由DIY操作体验 让民众了解花莲科技教育的发展现况 也能体验花莲圆明文化 我想这是一年一度我们非常重视 我们的数位以及科技教育的成果展 无论是从小学、国中乃至于到向下延伸 再来往上到乐林 我们都希望把整个数位城乡的部分 落差的部分把它迷平减缓 而也谢谢我们在DOC在各乡镇的DOC中心 还有我们乐林学习的这个中心 让我们的长者能够学习 在学校推动一文生根 还有就是DOC数位机会中心 其实都有展现出各乡镇圆明的一些特色 比方说像我现在手上戴的这个织带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比方说那个饰品 其实在这一次其实都有做一个呈现 没有刻意去特别凸显圆明 但是因为花莲南北辖场 而且又有六组的一个共种 所以就是说本身他们所呈现的一些 在意的素材都可以看到一些圆明的 这样的一些元素 今年主题是花样花莲 活动副主题则是花Open科技玩什么 展现花莲各校多元丰富的特色 希望让前来体验的民众了解 加入艺术人文等元素的科技教育 更实用也更有趣 主舞台也有高互动课程讲座与现场PK竞赛 民众只要参与活动或体验 即可集点参加摸彩 将名包含智慧型手机平板等毫礼 记者讲方言华理事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